大家好,我鄧慧文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你會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跟粵語 對 你可以西班牙語跟我們說一下心思有人知道嗎? 心思有人知道 你找到嗎? 我想一下 誰知道我的想法? 我的心 我覺得我們節目西語化應該不錯 看我們這位很有意思的來賓其實他非常有才華 但是今天是請到他來介紹專業上面 是一位藥師,專業的藥師,蘇博明,博明藥師 人稱暖氣藥師 是 我應該冬天請你了 對,現在太熱了 不過其實有時候夏天我們心裡我是冷的 還是很冷 沒有錯 這個博明藥師據我所知是在第一線服務很多年 然後據說你之前有一些經驗是跟安寧照護的病家跟病人相處 沒錯 所以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以前並沒有在醫院工作 然後當時是因為那個時候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總院長是黃聖堅總院長 他在聯醫推行安寧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溫度的工作 然後其實老實說他應該也 我那時候的印象覺得說應該是蠻有挑戰的 因為這其實跟一般醫療人員的概念不太一樣 譬如說以醫院的醫療人員就是要想辦法把病人救好救活 醫生的目的是這樣 可是那時候黃聖堅總院長他講的是放手也是一種慈悲 能夠讓病人有尊嚴的在他熟悉的環境 走完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 可是這件事情以醫療人員的角度來看 需要care的東西太多了 對因為包含那後續哪一些治療是需要放棄的 然後哪一些譬如說以藥室來講 哪一些藥品是需要減少是需要調整的 這個其實都在衝擊我覺得以前我們在學校裡面 或者是在醫院實習的時候受到的一些基礎的教育 很大的衝擊 沒錯沒錯沒錯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開始做其實蠻辛苦的 因為中間你在跟病人的家屬溝通 然後甚至你要放棄自己心裡面的一些對於治療的堅持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難 譬如說可能到了安寧的那個最後末期 是不是我覺得啦 就是有一些原本在治療慢性病的藥 是不是其實就可以停藥了 那可能針對減藥的部分要怎麼樣去做規劃 因為重點其實就是讓它舒服嘛 所以反而在止痛藥品上面的使用就很重要 反而在止痛藥上面要寬鬆一點 對要寬鬆一點 對然後反而在一般的它長期治療藥品 其實我們就是減少它去使用這麼多藥品的一個狀況 然後可能針對忽然來的感染 你又要給予就是需要用的抗生素 然後又要去評估說 它這個腎臟功能幹臟功能已經不好了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給它抗生素的劑量 只是讓它維持在一個舒服的狀況 可以走完最後比如說三個月到六個月 然後通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橋段 就是在最後面要幫它做圓夢 當然圓夢這個詞聽起來呢 只要有一點 有時候其實聽起來有點太夢幻了 因為事實上有一些夢是沒有辦法圓的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說在他最後三個月到六個月 他跟這一個他所生活的環境 或他是跟這塊土地 他還希望有什麼連結 有一些事情想要做的 那這些事情是可以做連結 比如說我記得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太太 然後他其實已經矮末了 那他跟他先生奮鬥了一輩子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那你有什麼心願未了 他說他跟他老公奮鬥一輩子 他這輩子沒有拍過婚紗 然後他就說他想拍婚紗 那當然我們醫療團隊還有我們醫院的社工 我們就是去幫他找了這些團隊來 去做拍婚紗這件事情 可是當然對於一個矮末的病人來講 你要外出然後穿婚紗 然後去拍婚紗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他有他的想法 還有他的願望 可是為了要達到這個願望 中間需要協調溝通的東西就很多 那當然你最近最後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個是一個很溫暖的故事沒有錯 然後當然也是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就是讓很多可能還在糾結 到底要不要繼續治療還是要往安寧這塊路走的病人或家屬 他其實也可以去思考說 那我其實往哪裡走 其實對我人生最後的階段來說是最好最舒服的 我覺得你的這個經歷非常的感人 而且非常的特別 我有個小問題 是說是因為在那個黃院長的特別的這個規劃下 才會藥師 你有機會直接接觸病人這麼多嗎 因為我們以前在醫院服務的話 藥師是不會直接來看病人對不對 你們就在那個很大間的那個那個就是就是什麼藥局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你其實接觸了很多 而且而且我想我最近吧 在你之前我也有訪過另外一位很年輕的藥師 我發現是不是現在藥師也比較有機會走到第一線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安排 因為聽起來你也會跟個案聊天 然後或者說會去討論他們用藥的什麼priority 什麼就是在這個階段的重要考量對不對 那是什麼樣的機會 一般藥師真的是在藥局裡面吹冷氣嗎 大部分的藥師其實都是在藥局裡面 做自己的專業的工作吹冷氣 這樣可能會 對大家都吹冷氣 對大家都吹冷氣 醫院病房也吹冷氣 對對對 沒有其實那個時候最主要是因為黃總院長 他在推居家醫療整合計劃 因為其實像現在政府也有推長照2.0 其實這個概念是很類似 只是說那個時候聯合醫院 跟台北市衛生局 他其實就先在這件事情上面做了比較早的耕耘 那在居家醫療整合計劃裡面 有一個很核心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走入病人的家裡面去看一看 看看病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跟他討論 跟他討論 因為我覺得我相信其實像譬如說醫師在看診的時候 你在問診其實病人 有時候不能說病人是選擇性的告訴你 有時候病人自己覺得他把重要事情告訴你 可是其實有一些事情他是藏在家裡面 沒有看到的 太多了 對 所以你沒有走到他家裡面去看一看他的生長的環境 然後去看看他的價值觀 他平常是怎麼生活的 其實很多 我覺得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很多民眾譬如說以藥師的角度來看很多用藥的問題 其實是根本就藏在他平常的生活裡面 譬如說 我之前有遇過老人家 就是在社子島那邊 然後因為社子島那邊比較多辛苦的老人家 然後他其實都會獨居幹嘛 那有一個老人家他就是會自己在家裡面釀藥酒 很多老人家都會自己在家裡釀藥酒 然後我去他家看他釀藥酒 我就問他說你是不是會拿藥酒配藥池 老人家就說 對 姨父就說你看我很厲害我很棒吧 對 他就說你看我很棒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專業跟民眾的語言之間的一個差異 譬如說藥酒這個東西對於我們來講 他是Ethernal 他是酒精 對 可是對他們來講是有藥性的藥 然後他覺得說好像用藥酒來配你的西藥 可以讓他更走藥氣 對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但是其實這就是民眾和專業語言的差別 他也不會他去醫院看病態不可能跟醫生說 他絕對不會說 因為他們甚至都知道說講什麼會被醫生說不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一次你出了書 這本書叫做 暖氣藥師的用藥攻略 量身打造居家藥品跟保健處方 這裡面也有很多 例如說我們都認為說吃B群吃維他命B 精神會變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睡不著就不敢吃 但是你告訴大家其實正確的補充B群是有助於睡眠的 對 然後像酸痛貼布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這個骨鬆 骨鬆是不是吃微骨粒就好 這個大家要複習一下我們節目 之前有專業的 關於你身體的鈣質代謝是怎麼回事的 醫師有來介紹過 大家要複習一下 還有這個素食跟海鮮過敏者 是不是不能吃葡萄糖胺呢 然後到底止蟹要怎麼吃啊 然後健身現在大家都在健身 健身就會飲用高蛋白對不對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都是看的就是非常吸引人對不對 然後像什麼抗生素的吃法啦 很多醫生開了藥之後 你自己不了解 或者說保健食品不了解 會用出問題來的這些 在這裡面都可以看到 那這裡面我們非常關心 你看我馬上就翻到更年期 黑生馬 黑生馬現在很流行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要看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會擔心黑生馬 這些什麼相關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著去了解 先說說看這本書的寫作的起源 跟你的那個Podcast節目是有關聯的嗎 有有有 不過我覺得在書 無論是在書本的寫作 或那時候其實在節目的製作上面 我覺得 我最重要的發想來源都還是 我在臨床上面被民眾問過哪些問題 我去民眾家裡面 就是譬如說那時候去送藥給他們的時候 那他們到底是有哪些問題會回規給我 他們會問哪些問題 我就把這些問題去做整理 因為我才知道說這個其實是民眾最想問的問題 然後我針對這些問題呢 那時候就去整理 然後整理出一個我覺得 對於民眾來講 他看到這本書的內容 他會直接可以連結到他的問題 或他今天有問題來翻這本書 他可以直接連結到他需要的答案 所以這本書的寫作編排 其實是以民眾的視角為出發點來寫 但我後來當然就是有還是 因為畢竟還是有很多專業性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還是有被一些讀者反映說 是不是有一些東西太難了 可是其實我已經盡量把它就是做簡化了這樣 其實我覺得大家現在對於知識的需求都是很主動性 對 就是已經比較說都去找書來看了 當然希望裡面有專業的知識 沒錯 所以我們就來試著跟大家 稍微提一下你怎麼看 那你看到一般人最常用保健食品的問題是什麼 舉幾個例子好不好 像你剛剛這邊提到的 譬如說像剛才講到B群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說吃B群是不是精神會太好 不是嗎 但其實B群裡面 比如說像B1、B6和B12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跟神經有關係 神經安定的B群的成員 那像這些腐眉其實你吃進去身體裡面之後 其實反而是會讓你的神經相對來講比較安定 如果你本來就缺這些東西的話 對 那你的神經安定了之後 基本上你要去做你的日常的生活 無論是你要工作 然後甚至你要睡眠 這些都是你的日常作息的一部分 基本上你神經安定了之後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都沒有問題 就會都相對來講比較好 比較舒服比較穩定 可是說真的如果身上的B群不夠 神經不穩定的話 基本上睡眠也會受到影響 對 所以基本上民眾常會覺得說 好像只往一邊走 就很多人都會怕說 那我是不是一定B群就要白天吃 我如果晚上吃了是不是就會影響 什麼之類的 其實基本上不會影響到睡眠這件事情 那請問一下大家怎麼判斷自己 需不需要補充B群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要交給醫生來看 因為什麼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今天身上出現了某些症狀 那這些症狀譬如說以B6來講 缺乏B6可能會造成神經炎 缺乏B12可能會沒燒神經就會麻麻的 可是這並不代表說 你出現沒燒神經麻的的時候 就一定是缺乏B群 對 這件事情是沒有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推的 所以他基本上還是要去看醫師 那看完醫生 醫生跟他如果醫生判斷說 其實你這可能是因為缺乏摩歇維生素 那可能譬如說醫生今天就會開個 美食用Coba給他 然後去補充B6 B12 可是因為他也不是一輩子一定要一起吃 一定要吃下去的藥 或許他就可以跟醫生討論說 我是不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也可以從保健食品來補充 因為基本上如果他缺乏 真的缺乏是B12的話 基本上從食品啊 或從保健食品可以去做調整 那這個就是未來有機會呢 他就是可以跟醫師討論 在他的調整的未來的那個計畫裡面 可以去做一個不同的選擇這樣子 所以聽起來你並不會建議 每個人都要每天早上醒來 就開始抓維他命來吃 其實我覺得維他命的概念呢 因為基本上他終究是保健食品 所以他終究是食品 所以他補充的是 如果我的作息不正常 我的飲食不正常 我才需要去透過這些 特別萃取出來的保健食品來做補充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是一個作息正常 飲食正常的人 我是不是一定要補充B群 其實我就是也是一個 一直跟大家說 現在大家呢 就是物價都是上漲啊 然後就是一直膨脹之類 也不一定要花錢 去買這些保健食品來吃 如果你是一個 有辦法飲食正常的人 我其實不建議說 一定要非得補充保健食品 不可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食品 他不是治療的 現在的那個保健食品 你知道保健食品 就是一定要推陳出新 你知道嗎 就會有很多新的東西 以前就覺得有在吃B群的人 自己就覺得自己很顧身體 你知道嗎 現在不得了 因為我最近 你知道精神科常常會 因為精神科的個案 症狀很多千奇百怪 然後有時候也 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具體的身體的因素 可以去治療 可是會很不舒服 所以其實說真的 精神科的病人 對於健康食品 是最敏感的 就是最想試試看 他作為精神科醫師 我常常會聽到 他又有新的流行的健康食品 像現在很多人吃 那個什麼微量元素 對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 聚 聚多糖 你知道說可以增加免疫 你有皮膚嗎 有癌症的病人會吃的 真的很多很多個 什麼事 我跟你講沒事的人也在吃 對啊 對啊 你一般的購物平台都有人在買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有必要 怎麼樣來看這些 自己的使用上面的需求 以及你亂吃亂用 可能會出更多的問題 大家可能還是要 咨詢一下你的醫師 沒錯沒錯沒錯 大家可以詢問到 我想現在一般的藥局 就是社區裡面的都非常友好 對 有時候拿個東西去詢問 其實要誰都會告訴我們的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所以像我剛才提到的這些 健康食品 微量元素是有必要嗎 微量元素 其實這些有沒有必要 我都會跟民眾說 如果你覺得你身體沒有什麼問題 你想要做預防性的保養 你去吃保健食品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覺得 懷疑自己是不是身體 有一些奇怪的病症 不要想要靠健康食品 不要這其實 健康食品的藥品 是要分開的 它就是食品 它不是藥品 好那說到 跟年期婦女關係 對不起 你找裡面什麼的 黑生麻是誰 黑生麻其實是 它叫做北美生麻 它跟芝麻沒有關係 它是一種毛根科的植物 那它其實是以前的 北美洲的那種原住民 那是吃來幹嘛 有人在吃這個 有有人在吃這個 它其實可以去減緩一些 譬如說更年期的一些症狀 譬如說什麼熱潮紅啊 或者是更年期一些不舒服的狀況等等 但是因為 基本上我有去看過一些研究啦 就根據一些中型 小型的研究 他們就是認為說 這東西是有效 那再加上 因為這東西其實已經 歷經數百年了 在很久以前 原住民就在使用了 所以其實在北美那邊 就是有很多 就是這幾年開始 這東西開始紅 然後又紅到亞洲來 那在國內有合法的那個 那個 怎麼講 餵食物館 有有有有 有合法上市 有合法上市 但是基本上它還是列為食品 保健食品就是食品 那藥品就是藥品 好 那當然有時候 身體的一些症狀 有可能是缺乏某一些營養素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營養素缺乏 本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症狀 但是要判斷是不是 因為缺乏這些症狀而出現的這個 因為缺乏這些營養素而造成的症狀 還是要請醫師判斷 這最重要的 我就覺得 蘇教授這個事情很有趣 你知道嗎 我覺得醫療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專業專業 這是我們以前 我想你也一樣 念醫學院的迷思 我們都以為說 專業科學的醫學知識 是一種唯一的正確 可是我真的 應該說行醫這麼多年 我感受到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身體哲學 沒錯 那就像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驗 我光是要說服我們的老人家 照著醫生開的藥吃 你知道有多困難嗎 他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 他會覺得說 我吃這個太酸 然後你就會想說 你吃這個藥會太酸 這是在西醫上要怎麼去想 那即便是中醫 中醫講的一套概念 就是每個人也都會有自己 對身體的感覺去加點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套身體哲學 所以用藥或藥師或醫師 如果不能進入個人的身體哲學 我們跟病人就隔得很遠 沒錯 像我那時候最震撼的是 我出來就是當精神科醫師 我那時候發現一件事 我研究所的時候同學有人做這個主題 就是你知道 我們以前都會說什麼 醫主遵從率 可是這是一個非常上對下的概念 什麼叫醫主遵從率 就是說好像你的醫主是唯一對的 然後病人有沒有配合 其實你仔細去看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病人 都會用自己的想法去調配你的藥物 我印象非常深 你知道那個精神科有一個鎮定劑 叫做Xenex Xenex 那是鎮定劑 然後我有一次看到一個病人 他來就跟我說 他說他心臟不舒服很久 看片心臟科明醫都沒有用 看了我們一個同事 精神科的同事 就神奇的 找到一個神奇的藥片 那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我同事是給他什麼神奇的藥片 然後他就說他給我一種精神科的蛇下定 你知道心臟科心臟病發作心臟痛有蛇下定 那個是什麼消化啊 消化肝油 它可以趕快放鬆 這大概不能自己亂用 你也拿不到亂用 可是呢 因為他事實上心臟沒有問題 所以我的很有經驗的同事 就覺得他其實是需要放鬆 可是你不能跟一個覺得自己心臟有問題的人講說 你心臟痛的時候我給你放鬆 對 他會很害怕 他心臟不舒服 他就要急著要去急診了 你還叫他放鬆 萬一睡著怎麼辦 所以這樣是不行的 對 所以呢 我的同事就很技巧的跟他解釋說 你的這種心臟痛是跟你的整個身體的緊張反應有關 越緊張你就會收縮的越厲害 所以我要給你一種藥 讓你在心臟痛的時候可以緩解 然後那病人就堅持說 他一定要心臟有功能的舍下定 一直說要舍下定 我的同事只好跟他說 那你就把這個含在舍下 但我們一般不會有人把鎮定劑含在舍下 所以他就給了他很小的劑量 很小好像半顆 然後叫他含在舍下 結果就非常有效 那這個病人一直告訴人家說 我們科有一位神醫 會給人家精神科舍下定 這個就是完全在醫生跟藥室裡面 我們覺得無理頭沒有辦法理解 可是病人就是覺得解決了他多年的問題 因為這位醫生用了病人的語言 他用了病人的語言 而且他最重要當然是 除了用病人的語言 你要有你思考的專業的邏輯 你不能亂給藥 他知道這個藥這樣子用是安全 而且也確定他心臟沒有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需要一點點那個 看過去 我覺得有時候這種溫暖 那後來病人也好了之後 也理解了這件事 那他並沒有說 醫生跟我開玩笑 他就說這醫生很技巧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醫生跟藥師 跟病人講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側面聽到 像我時候聽到親戚朋友 從醫生藥師那裡聽來 我也會一開始有個問號說 這個人真的是醫生嗎 醫生會講這種話嗎 或這個人真的是藥師嗎 藥師會講這種話嗎 可是事實上 你會知道這都是經過病人本身 他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一些主概想 像你剛剛講那個配藥酒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多理解這些狀況 剛才講的是健康食品 對 我現在要問的是你書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寫到 其實有一些是已經到了藥品的程度 但大家永遠可以自己拿得到 像我真的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 蘇教授請你跟大家解釋一下 酸痛貼布是不能亂貼的 對沒錯 酸痛貼布裡面的成分 其實很少人去注意對不對 對 其實如果是那種早期的那種辣椒膏 那其實還好裡面就是一些辣椒素 但是現在市面上如果你去藥局 或你去藥妝店買得到的一些酸痛貼布 裡面大部分的成分都是NSATS 都是非類固醇的效應止痛藥 那這個東西跟你去看 譬如說你去看牙醫 他可能給你的止痛藥 或者是呢 有的人很愛去日本買那些什麼EVE 或者是什麼類似的綜合感冒藥回來 像是裡面是Ibeprofen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類似的成分 NSAID就是我們講NSATS 其實大家可以上面看到就叫做非類固醇 非類固醇的消炎藥 的消炎藥 它其實是跟你剛剛說的這些 一般我們在吃的解熱症痛藥 有時候是會有 有時候是會有 因為其實解熱症痛 最常開的就是兩種 一種是Acetaminophen 對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所謂的NSAID類的 對 那這種NSAID類的 其實在使用上面 雖然說譬如說很多都被列為是指示藥 是因為他們使用的安全範圍 劑量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並不代表說你超過這個劑量不會傷身 說真的普拿疼一次吃超過4克 就吃超過8克 就有可能造成急性肝衰竭啊 你知道嗎 但是大家不會把那個解熱症痛藥吞10顆 可是藥布 貼布就有可能會一直貼 我覺得那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就是大家都有一個奇怪的觀念說 好像覺得精疲吸收的量就會少很多 但事實上我們貼全身經過皮膚吸收量 絕對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很多 而且藥布上面沒有寫說 一天最多貼幾片面積多大 其實他會 其實是有寫 有寫喔 其實那個訪單也有寫 他會說一天的話最多就是貼 因為他有一個原則啦 就是一天最多可能貼一片 然後不要貼超過三次 然後一次不要貼超過8小時 有人在看嗎 但是因為沒有人在看 而且大家都有一個錯過觀念 覺得說藥布貼的沒有關係 所以好像哪裡不對都還貼藥布 像我就有遇過那種老人家頭痛 他把藥布貼在額頭上 然後說這樣頭就不會痛 而且我還不用吃止痛藥 然後我就跟老人家解釋說 沒有你這種如果是頭痛有分很多種 如果你是偏頭痛的話 那你經過醫師診斷 基本上偏頭痛你貼這個貼布 你可能頂多能夠指的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頭可能稍微脆胸 表面上如果真的是接近提表的這種疼痛 你可能貼止痛貼布可能是有效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較深度的 譬如說偏頭痛的話 基本上你貼在這邊 根本不太可能會 這樣子貼的治療你的頭痛嘛 對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這個貼布 現在的貼布裡面大部分含NZ的 對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一個蠻麻煩的事情 是比較古典品牌的貼布裡面 會含水洋酸 沒錯沒錯 因為水洋酸本身也有止痛的效果 但是水洋酸貼多了 有可能會譬如說水洋酸中毒 而且據說有些小孩用 會有發生很嚴重的症狀 沒錯沒錯 其實對於像外用藥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水洋酸 水洋酸用在小朋友身上 會造成水洋酸中毒 其實像譬如說兩歲下的小孩 衛福部其實我們明定說 不可以使用 譬如說像現在夏天 被蚊子叮了 很多媽媽就會用什麼 含有髒腦啊 含有薄荷的這些什麼 薄荷條啊 綠油精啊 或者是一些 塗抹在就蚊蟲咬傷的藥膏 可是事實上 小朋友如果用了薄荷 可能會造成他呼吸道分泌 過多的黏液 他會造成一些呼吸窘迫的問題 然後又如果用了髒腦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他神經性 或是腸胃道的一些問題 因為小朋友兩歲一下 其實都還沒有發育完成 在使用這些藥品 其實對他來講是危險的 可是很多爸媽就想說 以前我媽媽也是怎樣 拿這個東西給我刺 你有外貨嗎 代表別人會可以外貨嗎 對 沒錯沒錯 你說到這個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日前我去旅行 你知道嗎 就去日本 然後就做一個比較長途的巴士的時候 然後那個車廂裡面 就陸續的有人開始塗 像綠油間 對 或是髒腦油 那種味道 那你知道那是在密閉空間裡面 你就是強迫全車廂的人 沒錯 而且他們一直塗一直塗 好幾個人都一直塗 那我就開始覺得不太舒服 而且這裡面的確有一兩個 推車的小嬰兒 我覺得就是那夏天你也很難說 叫人家開廠 我去關你什麼事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最讓我難受的是什麼 後來他們開始講話 我發現所有用那些綠油精 就是用那些東西的人 都是台灣人 我覺得很抱歉這樣 但是這可能是我們的習慣 我們就覺得說 坐車稍微行車 悶悶的他就開始這裡塗那裡塗 可是我覺得大家還是了解一下 這些東西其實揮發出來的東西 對某些人特殊體質的人吸進去 還是有影響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重一下公德性的問題 沒錯沒錯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事 光是日常生活就聊不完 對 就聊不完 那另外還有一個還蠻重要的 就是像這個塑膠師書裡面也有提到的 就是像那個醫生給藥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去知道 藥物跟你的食物當中有一些交互作用 對沒錯沒錯 那大家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哪些 我想譬如說以精神科來講 就是抗憂鬱劑啊 MAOI 不可以跟還有弱胺酸的食物一起吃 對 所以這我們也都會去跟病人說 那你如果平常很愛吃 因為夏天都很愛吃優格 尤其是夏天 吃優格啊吃煮肉啊吃香腸 這種裡面都含有大量的弱胺酸 所以其實就是要跟病人說 你要盡量就是你在服藥 其實你就是少吃這些食物 然後盡量隔開這樣子 尤其是MAOI在身體的半摔期 有這麼長 其實如果長期待使用的話 本來這些食物的量就要降低 要不然可能會有hypertension crisis之類的 但是病人會覺得很奇怪 我吃一支香腸 我吃優格 那我有什麼關係 對因為我們就是很麻煩 你知道我想要是就是這樣 一般民眾來問 我們其實都會講說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預期你不會吃太多 你可能兩三天吃一小盒的優格 但是你就很不知道說 一百個來問我們的 像你們在窗口發藥的時候 一百個問你們的民眾裡面 萬一有一個是一天是一桶一桶的在吃 可能會出事情 所以可能為了那一個會吃一桶的 就是說告訴所有的人不能吃的話 其實說真的吃一點點 一兩湯匙配水果是沒有問題 尤其現在剛剛說的這個MLI 這其實就是抗憂鬱劑裡面 常有的一個成分 就是正腎上腺素的再回收的抑制劑 簡單講都是要增加你身體裡面的一些 神經傳導物質化學物質 讓你可能就是比較有能量 很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但是古典的藥它就是單向的 它就是抑制 然後你身體裡面如果產生太多 或吃太多 它沒有辦法調節 不過現在很多新的藥物 其實是它自己有一個調節的作用 你身體裡面比較多 它其實那個抑制的作用 也會跟著增強 對它會自己去做 對沒錯 然後它自己也會有一些競爭代謝 所以藥品還是有在進步 可是你就不知道你吃的是什麼藥 因為有時候 因為各種的副作用 有時候醫生也許在選藥的時候 有不同的考量 那醫生並沒有辦法 在一天看五六十個人當中 知道你吃多少優格 你每天喝紅酒 然後你早上吃一包起司 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還是要多問一句 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領了藥之後 其實是到那個藥局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問一下藥師說 這個藥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食物禁忌 我覺得對 我覺得對於民眾來講 他自己的健康是能要夠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都會上網查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查 到底自己吃什麼藥 然後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可是要是你講到這個 上網查很多很恐怖的 危言聳聽的資訊 所以我寧可他上網查 覺得很可怕 然後來問我們 我們幫他釐清這個觀念 然後或者是 其實我覺得像我剛才講就是 走到民眾家裡面 去看看他到底平常的生活習慣是怎麼樣 如果 所以我其實後來很喜歡去民眾家裡面 送藥給這些老人家 因為我才知道說他們到底平常的生活是怎麼樣 我知道 我只要針對他需要知道跟他講就好了 我也不用跟他提醒這麼多 因為要提醒的藥帶上面印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副作用這麼多經濟症 我也不可能可以跟他講 他也記不住 連我都記不住 請問你會再沒有口音嗎 沒有口音啊 不過如果有問題可以上粉絲團來問 我基本上都會 你會回答 我都會回答 這真的不簡單 我覺得因為光是一般人對於用藥的疑惑 真的可以問很多 像我們如果看回診的病人 你如果認真問一句說要吃的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的看診時間要延長20分鐘 因為你如果沒有問這一句 就沒有講 可是因為他們會想說他自己挑 但是你一旦問起來 他就跟你說 我敢不敢 我敢中 像病人講說 我覺得如果天氣比較弱的時候 吃你這個藥 我就睡不著 然後你就會想不通 因為你想到的paper裡面 都沒有寫這樣的事情 從氣溫跟他吃這個藥 或是睡不著有關 可是你仔細去理解他自己的紀錄的話 他自己有的他真的有紀錄 他有相關 那你怎麼去進入他的生活 跟他去配合 而且又維持藥效 最好的是我覺得大家對於用藥 都有更在意 然後也促使醫院或者是診所系統 甚至 我覺得這最適合是在社區的藥區 可以提供一些藥物諮詢的服務 現在藥局是有藥物諮詢的服務 有啊現在的社區藥局都有 免費的嗎 都免費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蓋一個健保卡 這樣對藥師才有鼓勵的作用 這也是一個正式的服務 也是啦也是 應該要開這個 我覺得應該要開這個 來我們休息一下 蘇教師你介紹一下你的podcast節目好嗎 我的podcast節目叫做今天好想藥 今天好想藥 藥是吃藥的藥 對藥是吃藥的藥 因為主要就是像剛才前面有說過 就是因為很多民眾都會有各種用藥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做諮詢 中間有問題 然後我就有新的題材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最新一集錄了什麼題材 最新一集錄的是 我想一下 是有關小朋友用藥的部分 因為現在夏天啊 然後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會蚊蟲咬傷什麼之類的 那到底哪一些東西是可以用在小朋友身上 哪些成藥是不可以的 對主要是針對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最新還有講到 跟褪黑激素有關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 譬如說很擔心用安眠藥 好像那個本二蛋瓶類的安眠藥 前一陣子又很紅嘛 所以很多人其實會擔心本二蛋瓶類的藥 他就說這個安眠藥是不是不太好之類的 然後他就自己想說要去使用什麼褪黑激素之類的 然後因為褪黑激素剛好在台灣是處方藥 可是呢在美國那其實是保健食品 所以就會有人就去去香港啊去美國啊 然後就帶褪黑激素回來用 可是事實上適合用褪黑激素的人有限 譬如說如果我肩膠有時差 那當然我的松果體就沒有辦法造成的分泌褪黑激素 或者是老人家嘛 老人家松果體萎縮 那他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分泌足夠褪黑激素 或者是我天生松果體就有問題 基本上只有這三類的人去使用褪黑激素才會有他的效果 如果我現在是一個作息正常的年輕人 我睡不著吃褪黑激素 基本上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讓民 就是會讓會 因為這也是民眾常問的問題 那其實就是要跟民眾說 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生活的人 你不要去買褪黑激素來吃 因為基本上對你沒有效 啊如果你有睡眠問題 拜託你可以去看精神科醫師 你去找到你睡眠問題的原因 然後其實給予正確的藥物 然後讓你然後找到這個根本的問題 把這個rute course給解決 其實對你整個真的 整個整個失眠的問題 才有辦法獲得一個解決 而不是去好像抓到一個東西說 喔這個褪黑激素是保健食品很安全 我吃的不會怎麼樣 但事實上你吃的不會怎樣 也吃的也沒有效 對其實大家有一個想法 所有的藥物在處方藥裡面 處方藥最早在被研究發現之前 也都是屬於保健食品 對 很多都是就在某些偶然的機會下 如果你讀藥物史的話就會知道 很多本來也是被當作偶然在某一個 也許在某一個部落裡面 然後大家都吃某種食物 就可以預防或治療某個問題 然後慢慢把它提煉出來 精化變成是西藥 所以你也不要老是想說 歸類於保健食品的就都沒關係 都沒有影響 而且很多保健食品其實是藥品 大家不知道 這句話說起來有點奇怪 譬如說大家很常吃的核利他命 或者是Wakamodo 其實這兩個都是藥品 核利他命 它的那個維生素B的那個單位 如果夠高的話 其實就是要處方使用了 沒錯就是而已 對對對 對吧 那Wakamodo也算是 Wakamodo其實也是只是藥物 他們是消化酵素跟益生菌 跟益生菌 可是益生菌的話 有一些比較高單位的益生菌 譬如說像醫院會開給小朋友的妙麗傘 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處方藥 對 對 好說到這個益生菌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 書裡面有寫益生菌嗎 書裡面有寫益生菌 益生菌你知道嗎 我曾經聽過也有醫生說 益生菌的吃法 你也是要好好的想 像我看過病人 也許他正在吃抗生素的療程當中 然後他拼命的吃益生菌 吃很貴的益生菌 其實都擺吃的 而且他抗生素的一部分 會拿來殺死益生菌 所以對於殺死原本的細菌的效果也會降低 劑量就不夠 對 所以這個是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沒錯沒錯 那益生菌的用法 你給大家什麼建議呢 如果是針對益生菌的話 我覺得一般大家最常吃益生菌的概念 就連結到腸胃的保養 當然有一些其他的益生菌 譬如說像什麼LR14 那是針對女性陰部的保養的益生菌 現在還有什麼看過敏的啊 什麼常常鼻炎看過敏的小孩 對像LP或LGG這兩種 就是什麼小朋友的鼻子過敏 異味性皮膚炎等等 可是其實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我覺得 當然身體的腸胃道 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腸胃道不好 像現在很流行 就是會說有腸肉症 那的確你如果腸道的壞菌比較多 好菌比較少 的確你就會開始腸泥膜 就容易有些開口 有些不好的東西 就容易進到身體裡面 所以其實維持好益生菌是很重要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腸胃 就像是 就像是如果我是一個房東好了 那我裡面的租客 都是一些很爛的租客 那可能整個公寓就亂七八糟 可是如果今天找到 一些很好很團結的一些租客 當然你整個房子的居住氣氛啊 然後居住環境就會變得很好 那其實我們腸胃道也是類似這樣 所以以益生菌來講的話 我比較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想要吃益生菌的話 當然還是以補充腸胃道的益生菌為主 像是A菌 B菌和C菌 像是比非德士菌啊 或什麼凱士菌等等這些 那這些益生菌也是市面上 最常見的一些品項 那我想如果真的要補充益生菌 以這些就 以這些為主就好 那至於像剛才就是 鄧醫師講到了 像是小朋友的過敏 是不是一定要讓他吃 譬如說LP菌啊 或異位性皮膚炎是LGG菌 事實上就是 以文獻來講 這些證據力其實都不是很夠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拿來做 因為保健食品 終究就是食品 你想要拿來做保健 讓小朋友吃OK 但是真的不要想說 我小朋友如果有了 異位性皮膚炎 我就去買相對應的益生菌 讓他吃來治療 這是錯誤的做法 我看過一種說法 有醫師有寫過說 有些報告講說 你過度或是不恰當的使用 太複雜的益生菌 對 其實也是會很刺激 你腸道的一些免疫反應 沒錯 然後最後他們有研究 其實發現是 發現腸道的一些淋巴結 對 也有可能因為這樣被過度刺激 有可能 所以大家再注意 有時候 我有看過有些人 就是益生菌狂的 你知道嗎 他會一直去搜羅 然後比較裡面不同的菌 只要他沒吃到的 他全部都要吃 他全部都要補 所以他禮拜一到禮拜七 禮拜天吃不同 每天吃不同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用法吧 對 這是一個不太正確的用法 其實以益生菌來講 盡量以單純 然後吃的長久 這樣就好 不是說我每天都吃不同的益生菌 因為事實上益生菌吃下去 要著落在我們的腸胃道 它需要一定的量和時間 對 不是說我每個禮拜一吃A菌 然後每個禮拜二吃B菌 這樣我腸胃道通通都有了 其實沒有 如果你沒有給他足夠空間和時間 基本上房客沒時間搬進去的 而且他會互相競爭 對他也會互相競爭 像你剛剛講的團結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你自己形成一個好的系統 另外我覺得食物啊生活 剛才說要是有特別強調 這些補充的東西都是在輔助 如果你生活作息不正常 這個作息 其實我認為一位藥師講的作息正常 跟我們一般民眾想的作息正常 其實標準還差蠻多的 對對我相信是 對你們的作息正常 除了說規律的生活啊睡眠啊 還有愉快的心情啊 適當的日照 還有運動 對不對 這些都包括在裡面 也不是像大家講說 我早上八點有出來上班 然後晚上那個十二點以前有睡覺 其實這個標準是很基礎的 沒錯沒錯 我們應該要要求更好的 所以這個其實最後還有一分鐘 我就再來問一下 你們特別標出來一個 現在很多人在健身 對 然後健身喔 我自己覺得在做中心的時候很難吃東西 你不知道怎麼吃 對 因為你每次去 然後一兩個禮拜教練 就要量你的身體組成 然後就動不動就跟你講說 你要再減少糖類 那因為你一直減少糖類 你又再健身 你肚子會很餓 他們就跟你說你要吃蛋白 對 誰有辦法每天吃什麼90克的雞胸肉 我真的已經吃到看雞胸肉 我就怕了 雞胸肉不好吃 所以那個 對 所以教練就會說 那不然你就 搖一點那個蛋白粉 對不對 我是不太喜歡那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是可以 我其實有時候看我會 我對於這種 太過不自然的食物 本身因為自己是遺食 長期有一個主觀的觀念 就是會有一點 比較疑慮 對 那我不知道這麼多人在用 這方面要注意什麼 對 對我自己來講 其實我也是比較推崇原型食物 嗯 所以如果可以吃原型食物 當然原型食物 可是一天要這樣 但是要吃這麼多 但是要吃這麼多 白肉 對真的有點困難 而且如果你短期內 也有一些目標 譬如說我希望能夠增肌多少 其實也不只是運動的 健身的人 其實老人家 如果有肌少症的人 他平常都吃不多的話 事實上他去使用這些 怎麼講 替代品 替代品 我覺得其實對他們來講 還是多少一些幫助 譬如說他如果真的肌少症 他希望一個月內增加多少肌肉 那他就一定要吃滿多少蛋白質 才有可能去長 所以對於健身的人 對於老人家來講 其實使用蛋白 這些高蛋白的產品 我覺得是OK的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那當然在使用的部分上面 譬如說 如果有的人 譬如說老人家有什麼乳糖不耐症 OK 那他可能在使用乳清上面 他就要選譬如說分離的乳清蛋白 而不要選一般濃縮的乳清蛋白 因為分離乳清蛋白 就會把乳糖給過濾掉大部分 所以分離是差在這 對 你看我可以接下去再問兩個小時 不過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podcast跟youtube 然後你有點播我們就會請來賓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 喜歡素藥師常來的話 就給我們留言 好不好 我就可以拿大家的聖紙 請素藥師常來幫大家回答問題 非常感謝 那大家可以去買這本書 暖氣藥師的用藥攻略 還有follow訂閱 這個今天好想要的podcast 謝謝素藥師今天擺盲中 來跟我們大家上課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